这是之前会看的画面 位在新台湖路上 江山万里社区居住人口很多 有九百多户 不少小朋友要到从德国小上学 会走新台湖路大门出来之后 走这里通过这长长的阶梯进出 只是边坡长期招人乱种菜 周边环境脏乱 而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只见占用已经清除 不过看过去景观还是有待改善 你这个步道跟这个路一样啊 下一天路也是会是啊 不要说步道 真的很危险啊 如果是说有办法改善一下 环境那是最好 对大家都很好 郭土地跟那个养工处的土地 长期有被占用 还有一些清到垃圾 然后堆砌杂物 然后造成一个环境的脏乱 非常严重 那这一次由那个 这个国产署跟养工 还有那个公务总局 一起合作 将这整个边坡的地方 全部做一次清除 在结果陈琴号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服务处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之前已经请公路总局 协助将边坡土地做整理 现在已经陆续完成 至于另一边靠近且东西的边坡 还有废弃杂物没有清走 环境脏乱 另外通道阶梯失滑 这次也希望能够一并改善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就是有一些废弃物 那长期以来都有人在堆积一些废弃物 那我们这次也经过国产署 高工局 公务总局 跟那个养工处 来把这张做个清除 那接下来由景观处来接手 做一个景观的一个设计 种植四季花卉 然后让四季都有花可以看 有花可以欣赏 那有一些桂花之类的东西 有一些花的香气 那让整个环境更美观 更舒服 那大家能够在走的时候 能够也一边赏花 再用清除后 接下来将郊游市府景观处 种植草皮以及绿美化植栽 让周边以及小朋友的同学路 环境更好 加成慧玲 汐止采访报道